悠悠卡公司今天宣布 手机APP悠悠复逼乘车购买 机会北陶都会通定期票正式上线 不过这服务还是不包括苹果手机的用户 悠悠卡公司董事长林志宁就说 还在持续跟苹果公司交涉当中 目前苹果手机已经逐步在欧洲开放NFC 至于台湾的开放时间 需要等待苹果公司的政策以及态度 董事长就说 手机乘车功能需要借助于手机本身的NFC 由于苹果公司的政策关系 iOS系统还没有在台湾地区开放这个功能 目前只有各品牌的安卓手机可以使用 不过林志宁说 只要苹果公司开放台湾地区的NFC 悠悠卡公司就会主动来联系 同时将持续私下了解目前的进度 以及未来可能在台湾的开放时间